马六甲有十个人因为拖欠税务禁止出国 那么其中两个人还是政治人物 不过确切的身份不清楚 马六甲税收局长莫哈莫沙利兹南利 今天出席活动后向媒体证实 这两名大约四十岁的政治人物 拖欠几万令吉的税金 当局目前还在寻找他们 同时援引1976年产业盈利税法令 1967年所得税法令相关条文 向所有十个人发出了限制出国令 他们必须在今年内还清欠款才能够出国 除了政治人物 马六甲税收局还发现一些拥有高职位的人 比如说公司董事也没有按时缴税 加州税收局去年收获了19亿令吉的税收 那今年的目标是21亿令吉 二臣 神经病 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